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嫁给了中国24岁的富二代陈华 这个事情也在成功上了热搜榜 并且贤素月是一位韩国明星 而且早已来到中国 他和张娜拉算是同期韩国艺人 再之后参演过电视剧被大家所知道 后来趁热打铁 推出了自己的新歌 不过激起的水花并没有多大 渐渐的也推出大家的视线 前段时间这对夫妻参加了一段真人秀妻子的味道 她的公婆是非常有钱收入非常好 儿子简直就是个富二代 娶了和妈妈相差近八岁的老婆 在别人眼里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这个儿媳的到来 他们家里人是非常的喜爱 并且相处的也很融洽 前段时间二人也是宣布了怀孕的消息 但是有一些节目中 公婆带着儿子和儿媳 去给肚子对孩子算命 但是在走到路上的时候 有趣的一幕发生了 大家发现明星儿妻和公公 在时直近后牵手逛街 而妥妥则在一旁挽着老公的手臂视而不见 自己的老公却走在另一旁 略显尴尬 当然按照中国的道理来讲 这种的行为是不可以的 并且要遭在大家的唾弃 所以一时间这个信息量就有点大 所以网友们纷纷表示有一些看不懂 就连韩国明星都吐槽 哪有儿媳妇和公公走在一起还手牵手的 所以简直就是令人诧异 那么各位看官 您怎么看待这种事情 欢迎大家来评论 欢迎关注小编课 随时了解最新电视剧宝剧电影动态 明星八卦